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wan 今天我們來開箱開一個這麼大的東西 真的頗大的 這螢幕看起來真的超棒 Hello everybody 而且也是一個很重的東西 這是我們的DELL螢幕 這個是UP2516D DELL UltraSharp 25 Monitor 25吋的螢幕 WOW 我跟很高級的螢幕就是不一樣 它還有一張顏色矯正的報告耶 所以箱子有一條USB3.1的線 一條Display Port轉 Mini Display Port 好,然後還有我們的電源線 好,這就是我們的電腦底座囉 太多層了 然後這是我們的電腦支架 這個電腦支架可以上下360度的轉 這是我們的支架 OK,接下來就是我們的 DELL螢幕了 我們來看看這個螢幕的介面 這有兩個HDMI都有支援MHL 還有一個Display Port In 還有一個Mini Display Port 還有Display Port Out 還有音源輸出耶 有兩個USB3.0 旁邊也有兩個USB3.0 所以總共四個USB3.0 然後還有兩個USB上行的3.0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組裝螢幕了 好囉,那我們組裝完這個螢幕 然後我們直接來電腦測試一下 它在書面上寫說 它有Adobe RGB 100%的覆蓋率 那我們就直接接到電腦螢幕 然後裝上角色器 來看一看到底是不是這個螢幕 USB都在這裡 所以線一定是在接到這邊 好,現在我沒問題就來了 那我現在有一個筆電 然後我其實已經有一個大螢幕了 這個要放哪裡啊 WOW! This is dope! WOW! 你看這個顏色看起來有夠漂亮了耶 那我們就直接先來看看我們的Menu 那這上面有五個按鍵 全部都是觸控的 所以按起來很爽 有標準、有多媒體、有電影、有電震模式 有Paper 紙 色溫 色域 自定顏色 一進來是亮按對 然後接下來是Input Source 那我們的顏色 輸入端色彩格是 YPB P...PR What the heck? 然後我們還有Gamma 可以調整 好,接下來下一個是我們的Display 然後我們也可以調整長寬筆 螢幕多久休眠 還有銳力度 反應速度耶 然後MTS PIP跟PVP是 如果有雙重輸入端的話 我們可以使用可能上半部的螢幕 來做另外一台電腦的顯示 可是我們現在只有一台電腦螢幕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功能關掉 這台螢幕支援很多輸入端 那這裡可以設定說很多輸入端可以同時發出聲音 還是只有主要的螢幕會發出聲音 但是我現在只有一台電腦 所以這個就無法設定 所以這裡有一些省電模式 像是螢幕電源鍵會不會亮啊 還有USB在螢幕關掉的時候會不會繼續供電 然後接下來就是Menu 英文啊 Rotation 還有我們的計時器 看這個Menu多久會關掉 然後你還可以鎖定螢幕的這個設定 但是我們現在就不要鎖啦 所以前面這些鍵 你都可以自己設定 哇 它還有按鍵聲音耶 我們把它打開看看 呵呵 這什麼按鍵聲音 好 螢幕的介面就先大概到這裡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是要使用我們的角色器 Data Color Spider 5 Pro 然後角色器來調整一下這個螢幕的顏色 好了 顏色矯正出來了 我們就來看看顏色結果吧 好 我們有100%的sRGB 然後有95%的NTSC 這也很棒 99%的Adobe RGB 我們調到螢幕的preset 然後Adobe RGB 看看它的Adobe RGB會不會變成100% Adobe RGB 97 OMG 它的preset還比較可怕耶 特製第三次 那我這次使用我自訂的顏色 然後我再重新設定一次 好 這是我們第三次的調整 那希望有Adobe RGB的100% Coverage 來囉來囉 嗚 還是99% 是99% 好吧 我們的Adobe RGB永遠都是99% 永遠到不了100% 我已經調整過大概10種可能 然後去各種調整 但是Adobe RGB還是99% 那我最喜歡這個Amo的自訂按鍵 它就是在開機鍵的旁邊有一組的自訂按鍵 你可以自己去設定 你要放不同的preset 那都可以去更改 那還有這個Amo的支架 我覺得也很棒 你可以前後倒上下升降 還有左右轉 還可以整個Amo 90度旋轉 真的很方便調整 那很多專業人士都說 Dale的Amo非常的不專業 因為它的顏色啊 它的角落暗角啊 都非常嚴重 那我不知道 因為那個都是專業人士在用 他們用的Amo都是好幾十萬的Amo 跟這個2萬塊怎麼比呢 OK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DaleAmo快速開箱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當然可以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看更多的開箱影片 那如果想要看更多開箱影片 這裡有一個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